0分是完全不痛 10分是你能想象到最痛最痛最痛的时候 那那个病人给了好像是7分还是8分 阿巴卡巴 大家好 我是绿莎 艾米奥基士 今天我们来谈痛风以及尿酸膏 我有收到反应说 觉得我的灯光太暗 还有我的鼻径太扎 今天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 然后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的话的话 你别人告诉我 我家人本身是有痛风的经验 就是高的经验 那个时候他的脚踝肿了起来 然后走路的时候不方便因为会痛 给医生诊断的时候咧 验出来的尿酸的确是偏高 所以医生说是痛风 给了一些nsets 然后过几天就已经消退了 那另外一个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那时候我还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有一位病人 他也是因为Guard入院 就是痛风入院 那他的情况是 他讲很痛很痛 只要碰到地板都不能够 所以打了一个还蛮强的 一个止痛药啦 之后他的脚才慢慢能够走路 所以我对痛痛的印象就是很痛 那我们会问病人的疼痛程度啦 我们叫penscore 0分是完全不痛 10分是你能想象到最痛最痛最痛的时候 那那个病人给了好像是7分还是8分啦 所以是很痛 什么是痛风 痛风其实就是关节炎的一种 它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红中疼痛 出气的时候咧可能只是影响一个关节 通常是我们的脚掌的大拇指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咧 脚掌的大拇指就是big toe那边 那如果长期这样子仿佛的发作呢 我们的关节可能就会受影响 可能你就会看到变成一节一节 一粒一粒的 甚至是关节变形 那些就是长期的尿酸高跟痛风所造成的 一般上来讲咧 如果你有痛风的话 你的尿酸都会是偏高的 尿酸英文叫uride acid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尿酸高不一定会得痛风 比记比记啊 尿酸高的人不一定会得到痛风 但是痛风的人通常都是尿酸高 接下来了吗?接下来了吗? 尿酸uride acid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代谢物 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里面 它有purine 有人叫普林 有人叫漂林 那时候咧 我们身体就会把它转换成uride acid 那这些uride acid 它有可能变成crystallized 就是结晶体 在我们的关节那边 然后就会造成疼痛 在一些情况下 它可能会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那边 造成肾脏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肾结石 有的肾结石是uride acid造成的 痛风的好发群体 刚刚说了嘛 不是每一个尿酸高的人都会痛风 那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让一些人比较容易痛风呢? 的确是有的 比如说 超重 我跟你讲什么疾病 大概都跟超重有关系 还有饮酒 高血压 或者你本身就有肾脏方面的疾病 因为如果你本身肾脏已经不好了啊 我们的uride acid 是通过尿液 大部分都通过尿液排出去的 所以就代表 你把uride acid无法正常的被排泄掉 就有可能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那边 或者你本身吃很多的肉类 或者海鲜类 或者你吃一些药物 对 有些药物会造成你的uride acid 然后进而增加你痛风的几率 那如果你现在有 Acute attack of gout 就是说你现在你的关节正在肿脏 你正在疼痛 我们是有几种药可以帮忙消炎 消肿的 比如说 Anset 不然就是Kochaxin 不然就是Rucocorticoids 关于药物的部分有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跟我说 我还可以再做一个详细的影片来解释 如果你本身痛风发作 其实你不用吃药 痛风自己会消退的 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内 可是你就比较痛苦啦 如果你本身是长期遭受到痛风的困扰 比如说上天了痛 就痛一次啊 一年痛超过三次啊 这样可能医生会考虑 让你多加一种药 那种药是用来降低我们的 Ury Acid 就是降低我们身体尿酸的 level 这些药包括 Alopurino Alopurino有一些比较 蛮知名的一些情况啦 就是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 有很多人会很紧张 他看到他的那个报告 尿酸膏 他就讲 我是不是要吃那个降低尿酸的药 我的尿酸膏哦 其实也不用啦 因为你尿酸膏 但是你没有明显的受到一些疼痛啊 你都没有痛风发作 通常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去给你一个药物来降低你的尿酸 但是你的确需要照顾你的饮食 毕竟你是怕有那个机率得到痛风嘛 假如说你本身已经符合了一些条件 那么医生可能会考虑帮你开这种药物 那生活习惯方面呢 研究已经显示 如果你单单只是靠饮食习惯的话 并不能够把我们的尿酸降低的很多 所以我们还是要依靠药物的帮忙来降低我们的尿酸 可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在什么中做出一些改变 比如说如果你超重的话 你就减重 然后我们要少吃那些肉类 少吃海鲜 因为它们含有比较高的Purine 比较高的普林的成分 当然就是戒酒 那为什么会讲戒酒 因为酒它也会被代谢成Uring Acid 这个就是当中的原因 如果你本身有心的话 像我朋友啊 他本身就是常常高发作嘛 他就发现到 只要吃到豆腐 他第一天就会发作 那么你就尽量避免这些所谓的地雷食物 就是吃了包你种的那种 这样你就尽量避免 除非你可以喂的美食 忍受那个疼痛啦 这样就 无所谓吧 所以总的来讲是 减重 戒酒 然后少吃肉类跟海鲜 少吃豆类 那基本上这些以外的东西 都是可以吃的啦 如果你只是有尿酸 这个 或者是痛风的情况来说的话 就今天有病人问我说 我的脚常常肿 常常痛啊 我的药当中有没有降低尿酸的药 如果你在痛 在肿的时候 那些药物都没有帮你降尿酸 它基本上就是消炎跟止痛的作用 而且你自己讲自己肿啦 即使我们也不能确定它 是不是 痛风啦 可能是别的原因啊 所以这种情况都会建议去看看医生 哎呦我真的很烦这个灯光 真的不知道怎样才比较好 anyway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关于痛风跟尿酸膏 我们简单的再来总结一下 痛风就是关节炎的一种 尿酸膏的人 不一定会痛风 但是有痛风的人通常都尿酸膏 然后药物可以降低痛风的时候的疼痛 还有加速复原 可是那些药物不能降低尿酸 有特定的情况下 医生可能会开给你降低尿酸的药物 生活习惯还是需要有所改善啊 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分享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可以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和留言分享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Lisa 我们下一次见 Bye